我代表香港教育專業人員協會 即是教協參選教育界的議席 遇到有重大而有爭議性的議案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都會諮詢會員的意見 參考會員的取態 今年的預算案其實亦都有爭議性 除了比較受歡迎的向成年人派發一萬元之外 令到市民亦有很多不滿的地方 其中一個很大的不滿 相信就是大大增加警隊的編制和裝備 因此我在預算案發表之後的一個星期 就向不同的教協會員進行了為期 長大一個月的語音調查 詢問他們對於預算案的看法 受訪的包括有校長、教師和退休會員 人數多達3,400位 所以是一個相當有代表性的調查 首先我問的問題是 會員是否滿意政府在預算案當中的紓困措施 包括派發一萬元的現金和免稅等項目 結果顯示接近一半的會員感到滿意 或者非常滿意 這算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成績 然後我問政府打算大幅增加警隊開支支到258億元 包括增加警隊的職位和加強武器和裝備 表示反對的今次高達8成 無論是教師、校長和退休會員 選擇非常不同意都超過一半 這說明了會員對於警方增加編制和加強武器裝備 有非常強烈的反對意見 最後我問會員對於這份財政預算案的整體意見是怎樣的呢 因為有些地方大家覺得比較滿意 有些地方大家覺得不滿意 整體的看法是怎樣的呢 是否贊成這個決議案呢 結果顯示認為不贊成或者非常不贊成的高達67% 也就是說三個會員當中有兩個會員是不贊成這份預算案的 結果是非常清晰 會員的取態十分清楚 我們要留意教師的人數在社會上是一個大的群體 它的取態某程度上都代表了市民 反映了市民整體的一些意見的一部分 這說明了其實大家對於政府採取用武力去解決現在的政治問題 是非常有保留 是不贊成的 主席 除了會員剛才我引述的表態之外 我還要提出另外一些重要的觀點 大家都知道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如果你說我們是重視教育 在教育上花多些錢 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會有什麼人反對 因為優秀人才是社會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元素 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也都需要有高質素的公民教育 而優秀的人才和成熟的社會 教育就是關鍵的所在 亦都是我們社會需要長期做好工作 當中要做好長遠規劃持續投資教育是不可少的 請留意是持續投資教育 因此很多時候 議員對於牽涉到教育開支的議案 只要那筆開支是用得其所的話 大家都會表態支持 例如我們說起學校或學校的改善工程 這些其實在財委會 其實往往是不需要有什麼討論 就已經是劃得通過 甚至議員會覺得投放的資源是不夠多 但是現在出現了什麼問題呢 為什麼我們現在對預算案有這麼強烈的意見呢 正如我在異讀的時候曾經說過 教育界對於這份預算案 當中的教育部分是感到非常失望的 政策佛線觸塵 開支明顯倒退 我留意到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答辯的時候 反駁我的說法 有議員就預算案發言的時候 指稱教育開支有倒退情況 既同事實不符 亦罔顧這一屆政府 上任三年內在教育方面的經常開支 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 即是一百九十四億元的承擔 聽起來 這是相當令人鼓舞的 上任三年來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四 但是想心一層 司長的說法 是不是一個很清晰的全面說法呢 不是 其實是帶有誤導性的 因為司長說的是三年的計劃開支 而我說的是今年的計劃開支 我同意在頭兩年其實是相當不錯的 比起上一屆政府 本屆政府在頭兩年的確是較為重視教育 在教育方面投放了更多資源 尤其是經常開支 這一點我們是欣賞的 雖然他及不想回歸初期的政府 但是起碼追緊落後 過去一段時間是沒有投資的 現在是做了很多 不過 頭兩年 是頭兩年 我們說第三年 今年的情況 我們的教育總開支 竟然出現了 負百分之十三點二的一種情況 這個負增長 和政府整體的百分之十五點四的增幅 比較起來 兩者的差距達到百分之二十八點六 而舊開支總額 佔政府開支總額的比例 也由去年大約兩成 跌到不足一成半 這個不是倒退 是什麼呢? 所以這個發展的趨勢 我們是感覺到非常憂慮的 我們明白 政府又需要在經濟下行的風險的時候 作出資源分配的一些調整 但是我們要質問 為什麼削減的是培訓、培育、優秀人才的教育開支 要犧牲教育 而同時間 就是增加警隊開支 令到濫權、濫捕的警隊 在編制和裝備上 還要如虎添譯呢? 為什麼在同一個政府之下 資源分配 出現這樣的厚恥薄比呢? 教育界現在面對的問題其實是不少的 我們在內部方面 教育內部 我們比如說學生個別差異很大 老師難以個別照顧 幼師缺乏保障 資源分配不均 這些都影響教育質素 我們比如說最近 我們在說疫情 疫情其實是增加了我們教育的難度 當學生幾個月停課 只是靠網上上課 回來的時候 我們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另外 其他地區 大部分其實都是大力投資教育 增加資源 促進專業 在我們有競爭性的國家地區裡頭 我們都看到 大家大力地促進教育的發展 但是如果我們 是這樣做的時候 我們要削減資源的話 此消彼長 香港的教育更加落後 我們為什麼能夠在國際上競爭呢? 所以如果沒有通盤而持續的改善 沒有聆聽教育界的聲音 只是按著施政者的主觀想法 或者政治的角度來制定政策的話 甚至乎在資源分配上 我們是一瀑十寒 不能夠持之以行的話 我們是不會成功的 我們是會遇到很多難題 這個肯定不是教育界所希望看到的 今年教育開始的減少 相信是與政治氣候有很大的關係 本來 林鄭月娥上任的時候都說過 政府做教育措施 應該秉持著專業領航直接聆聽的原則 這裏所說的專業領航 我是很同意的 所謂專業領航 就是應該由專業人事專業準則 用專業方法來跟進各項措施 但是到了現在 我們看到的是 政府在面對政治問題的時候 往往不是正視問題 而是選擇把政治問題推卸 歸咎到教育界 例如自從去年 六月起的反修例運動 隨後引起的一連串水運動和警民衝突 當中有不少警暴的問題 建制派人士以至政府到現在 仍然將年輕人參與社會運動歸咎於 葉建源議員 我都很容忍讓你講了很多話 但是這一節只是 你整體支持 或者反對 這兩條條例納入 請你回到辯論 主席,我一開始已經講了我整體的立場 若果你講完你可以坐下 但你不應該用其他方式去辯論 請你回到這個問題 主席,我可以回到這個議題 甚至乎我們看到政府在毫無根據的情況下 將個別教師的失誤無限放大 又或者將一些政治投訴 要找老師作為代罪羔羊 令教育界成為犧牲品 這些情況都令教育界非常失望 日前,林鄭月娥在《大公報》訪問中更加追求 教育不能是無淹雞農 說到要處理通識科 會對大家有個交代、有個說法等等 用無淹雞農來形容學校、形容教育 相透了教師和校長的心 教育界處處白色恐怖、寒蟬效應 這種情況下 教師連私人發言空間也遭到收緊 建制派批鬥老師 教師不受尊重 政府和建制派就是恥作勇者 就算政府繼續說尊敬老師、愛護老師 都會顯得無比虛偽 相反 不少警察仍然囂張不惡 葉建元議員 我第一再提醒你 我們今次一個是 預算案裡面辯論的第三個環節 讓你辯論是你整體支持 要是反對 不是辯論其他事情 請你回答你這個辯論 主席 我正在講理據 相反 不少警察仍然囂張不惡 在個人和社交平台大放缺詞 對年輕人濫暴濫高 這樣強烈對比 教師和市民又怎會心服口服呢 主席 這些理據所要講明的是什麼呢 就是如果一個財政預算案 能夠好好地 合理地增加教育開支 合理地處理現在的政治問題 現在政府能夠用一個合理的方式 去回應市民的訴求 不會在財政預算當中增加撥款 讓警隊可以用更強的武力 來對付市民 我相信那個效果會更加好 我過去在教育政策方面 提出了很多很多的勸告 這些勸告 很可惜政府都沒有聽取和接受 今年的預算案 是在警隊不合理的高增長 底下 然後在教育界的投資 大倒退的情況底下 我們覺得不能夠接受 我們看到最近的發展 其實是更加嚴峻的 例如我們在立法會這裡 我們看到 又說要監管教材 又說要有其他的 甚至乎工作史等等 都要監管老師怎樣去做 這些情況 其實都是將政治的問題 責任 歸咎於教育界 很希望議會也能夠 認識到 教育應該得到大力的支持 教育裡頭的教師 也需要得到大力的支持 而不是不斷用放大鏡 找他們言論上的問題 以言入罪 我希望我們在一個 大家能夠平心靜氣的情況下 可以做好香港的教育工作 我亦再次呼籲 我們在面對的競爭 是相當之大的 國際上的競爭 在上一年 我們在立法會 有一個出訪 芬蘭的考察團 芬蘭的教育 佔了 它的國民生產總值 那開始 達到百分之五點多 而我們 只是三點多 相差很遠 我們去到羨慕別人的情況 但是來到 我們是沒有辦法 可以做到 我們稍後 在這個事務委員會 都會討論 芬蘭的考察團的報告 我希望 我們財政政策的 抓職人 可以好好地投資教育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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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